一直用这一句阿弥陀佛来压 把所有念头都压平了 最后这一句阿弥陀佛也没有了 就见信了 如果还有这个阿弥陀佛的话 见不了信 为什么呢 它还是个波动 还是个小波浪 不过这个波浪是很有秩序的 很平静的很温和的 很有秩序的 它不是乱来的 尽心我们修行就圆满了 我们念佛是不是修定呢 是的 用这一句佛号 把你心定下来 所以无论起什么念头 善念也好 悟念也好 这个就不去管它 只要有念头 心就动了 不是进的 念头修掉了 心就进了 我们用什么方法呢 这也是八万四千法门之一了 我们用持明念佛的方法 这个主要知道啊 无论什么念头起来 古人讲的 不怕念起 只怕觉知 觉知什么 要把念头压下去 这就觉了 那我们念佛人 无论起什么念头 念头才起 就解决到了 我起了念头了 第二个念头了 换过来 换阿弥陀佛 只需有一个阿弥陀佛念头 不需有其他的杂念 这叫慧念佛了 这叫慧念功啊 一直用这一句阿弥陀佛来压 把所有念头都压平了 最后这一句阿弥陀佛也没有了 就解决了 如果还有这个阿弥陀佛的话 解不了心 为什么呢 它还是个波动 还是个小波浪 不过这个波浪是很有秩序的 很平静的 很温和的 很有秩序的 它不是乱来的 既心 我们修行就圆满了 随着我们的念头 也就是禅定的功夫 小定 建一小部分 大定就建一大部分 旧经圆满的定 那你就全建到了 随着定功前身 你的境界不一样 一定到 甚深大定 这个就是佛所正的 旧经圆满的 那我们看 慧能大师所说的 这是旧经圆满的 旧经圆满什么时候正的呢 在华严经上 出祝菩萨就正得了 华严是原教 别教呢 是出地菩萨正得 他们所正得的境界 就是定功 是相等的 智慧 智慧不一样 智慧 原教的智慧高 别教智慧就要差一些 这两个人相比 功夫一样 会有前身不同 所以原顿更新 是非常可贵的 更新也是 经历很长时间 学音修成就的 为什么定 它的作用 殊胜 现代的科学家知道 空间 确实 存在着 有不同的维持 从理论上来说 空间维持是无限的 过去 黄念老告诉我 他是学科学的 世界上科学家 证实 至少有十一种 不同维持的空间 这是已经被证实的 没有被证实的 在理论上 是没有限量的 这个我们在大臣 佛法里面 能体会到 为什么呢 空间维持从哪来的 对科学家没说出来 我们学佛体会到了 从哪来的 妄想分别执着来的 你只要有妄想分别执着 就有空间维持 他是制造的 所以 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 空间维持就没有了 你放下一部分 我对于一切法不执着了 这是放下很小的一部分 不执着了 六道里面的空间维持 没有了 六道以外有 你见不到 六道里面没有了 这个在佛法里面讲 小臣阿罗汉皮之佛 所得的定 那是深定啊 因为在六道里面 也有修定 四谈天 就是修定 你没有定功 你见不到 他有空间维持 你的定功 能够突破初产 你就见到初产 你能突破二产 你就见到二产 四谈天 这个定功 就有四个等级 往上去 五色皆天 也有四个等级 四谈阿 和起来叫八定 佛讲 这叫世间禅定 这是六道里面的 没有办法 突破六道 如果再深一点 就突破了 《愣言经》里面讲的 第九定 四谈八定 十六道里面 第九定 就突破了 第九定 到哪里去了 到摄法界最下面这一层 声闻法界 这个定功再起 再往上提升一层 就是云九法界 再提升一层 菩萨法界 再向上提升 佛法界 在摄法界里面 没出去 出六道 没出摄法界 阿尼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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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恐怕 好 之 斗佈